市長 因為您早上有提到說 希望司法的標準可以一致 但是大家現在很擔心說 如果這個蔡政府執政的話 檢調還是等於說掌握在他們手上 那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改朝換代的話 其實這個狀況可能沒有辦法改變 這也是這樣啦 其實蔡政府在上任的時候 當時有講 把司法改革列為他上任以後的重大改革項目 有時候很想問說 你都已經做了六年半 請問司法改革 能不能講一下你的成績是什麼 我也講過很多遍 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它應當被人民相信 可是你不能做出來 讓老百姓滿頭問號 你那個88 台南88槍 奇怪 辦到哪裡去 爐渣 這個嚴重破壞環保的 也不知道辦到哪裡去 發了12億打兩場球 就關門的棒球場 也沒有不曉得幹什麼 然後發了16億還沒蓋好的官埔國小 還有當然還有那個 那個 比方說新竹大車站計畫 從六十幾億變一百零幾億 奇怪 我意思是說 對老百姓來講 都會覺得說 一來一去 不去處理 處理好六十萬 你先創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我們司法還是要努力讓它 可以成為被人民相信的政府的一部分 如果老百姓都對那個政府的 所作所謂的滿頭問號 這不是國家的福氣